《孖寶的故事》 回到村梭孖寶的時間 多謝大家收聽FM96.2廣州新聞資訊廣播 亦叫廣州新聞電台 在這裏周慶民和陳迪生藉著 穿梭孖寶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 今年的二十周年 所以會推出經典重溫 叫做重溫經典的環節 裏面將中國由古代流傳到現在的 故事和典故和大家一起分享 各位小朋友或大人 有些故事可能你真的未聽過 作為炎王子孫年炎王的故事 可能大家都未知 可能就有些實例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重溫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重新去學習 中國的傳統文化 包括傳統的故事 神話 有神話 有神話 也有真實的故事 我們將會用孖寶的方式和大家演繹 到時候 從這段時間開始 或是我們一個星期三日 或是每天都有 我們私下再談 好 好 回來 開始我們今天的故事 這個故事到底說什麼 我們經常說我們是炎王子孫 到底皇帝和炎帝又是怎麼來的 媽寶的故事 媽寶的故事 我們今天這個故事叫做 皇帝大破痴遊謎珍 痴遊是一個人名 痴遊有一個迷魂陣 很多人怕 但故事我們先從皇帝講起 講到皇帝大家都知道 他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 他姓公宣又姓姬王 人家說公宣某某 或者叫姬某某 當時皇帝的姓氏就是這樣 但因為皇帝 你知不知出生在哪裡 在軒圓的地方 軒圓 這個地方是一個平原當中 一處山幽之地 所以皇帝也叫做軒圓氏 你知不知皇帝到現在多久 他今應該有四千六百多年 是的 有人說因為皇帝出生在皇土高原 也因為他是皇種人 所以當時的人都稱他為皇帝 那皇帝的母親呢 名叫做父寶 父寶有一天 見到天上面 雷剛閃耀 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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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關心娘子 但是數下手指 我已經十一個月了 蛤 小孩還沒出生 哦 讓我望望天象 哦 這樣 人家十月就可以生出來 娘子為什麼 你說懷了多少個月 已經十一個月了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動靜 是嗎 那再等下 再等 就是這樣 等了一個月又一個月 經過了二十四個月 即是兩年時間 嘩 於是父寶 即皇帝的媽媽 就在秀丘這個地方 生下了一個很聰明可愛的寶寶 嘩 寶寶 哦 不是 那時候不是叫寶寶 嗨 嘩 嘩 皇帝出生不到七十日 就已經開始懂得說話了 不哭了 懂得說話了 媽媽 哎 媽媽 哎 吃笨仔團 是 就是這樣 皇帝慢慢長大 長大之後 他充惠敦厚 而且特別具有領導能力 附近的民眾 紛紛都歸屬於他 擁護他為首領 而皇帝長大之後 他治理人們很有辦法 然後他又教大家種了五種穀物 我們俗稱為五穀 亦為之五糧 而我們中國傳統的這個酒裏 所有的酒 中國的酒類 都是用這個五糧來做 五種不同的糧食 而在西歐就是用這個 樹上的果來釀酒 而在東歐就用土裡的薯仔來釀酒 好 我們不說這些 由於皇帝教了別人種了五種穀物 所以就解決了當時的糧食問題 但是這樣 那個時代到處都不安寧 諸侯們互相侵略和攻擊 所以老百姓痛苦萬分 皇帝當時見到這樣的情況 心情非常之難過 怎麼辦 心有淺淺傑 太兒 余醫 是 我最近會不會得了抑鬱症 現在是春天時間 的確是容易得抑鬱症 但我相信 皇上 你也是憂國憂民導致的抑鬱 我裡面 我內裡經常都覺得 很障瞞 很障瞞 這種內裡經常的障瞞 不行 我都要寫一本書出來 表達我內裡這種經常不舒服 或者經常的感覺是怎樣 好 那我就寫一本 皇帝內經 至於皇帝內經是怎樣來呢 我們以後的故事會再繼續說 話說皇帝很難過見到平民百姓這麼艱苦 於是他就整軍經武 即是經常鍛鍊兵 想要洗到天下大平 當時周圍有很多的諸侯 當中有一個叫嚴帝 那什麼嚴帝呢 你知不知道是誰 嗯… 神龍獅 沒錯 神龍獅也叫嚴帝 所謂神龍常百草 神龍就是很多我們中國的中醫 源於嚴帝 源於神龍獅 哪一種草 哪一種植物 哪一種藥性肌理 就是源於神龍獅開始 但是很可惜神龍獅是因為誤食斷腸草而送命的 神龍獅的力量非常之大 但是呢就是… 但是智利呢就未得法 神龍獅呢 他在位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治理國家好 但是教兒子教孫就不太厲害了 當時神龍獅也教自己的子民耕種 好得民心 好可惜年老了 唉…嚴帝就開始年老力衰 沒辦法再掌管朝政 而他的子孫呢 亦都不太爭氣 做了很多違背他旨意的事 經常呢就出來欺欺罷罷 去打其他的小諸侯 而那些被欺欺的小諸侯呢 都扔到來皇帝這一邊求救 救救救救我吧 住眼寺 我們那個小諸侯現在被… 被炎帝的子孫摸佬7086 我們唯有関屬於你啊皇帝 這麼有這樣的事 是啊 報!皇帝又有一最後求見 皇帝 俺君都被承犯 请皇帝发兵救援 看见这么多被人欺负的小诸侯 都被人赶到过来 皇帝于是就更加要招兵买马 而且皇帝就暗暗洗了一个绝招 当时他偷偷地训练了 所有红、皮、丕、丘、丘、虎 这六种凶猛无比的猛兽 而当中皮和丘 我们大家都听过了 吴吉祥物当中有一种叫做皮丘的猛兽 而当皇帝的军队和严帝的军队 两兵相交打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个版权的地方打起来 当时打到叮叮当当 刀光剑影日月无光 打到难分难解的时候 鸣之间四面八方冲出了成群结队 张牙舞爪一路刨敲过来的怪物和猛兽 哇 盐帝的部队看到之后 个个都吓傻了 不是吧 这么猛 个个都害怕得手脚发远 过死来啊 投降了 不要打他 好然被他召召了 于是 盐帝子孙的兵全部都乖乖投降 而当土伐平定了盐帝的不肖子孙之后 皇帝并没有心安 因为还有一件很妖闻的一件事 就是其中一个诸侯 这个诸侯 就是叫做 痴犹了 说起来 这个痴犹 他的掌相是认真恐怖的 历史上说 他是 报 报告 报告军师 这个痴犹 他长得什么样子呢 痴犹好恐怖 我们的兵不敢对他打 你干什么起了鸡皮 他生到铜头天鸭 然后呢 身就好像野兽那样 大色狗人马 他还可以吞大把大把的砂石 到肚子里 他人呢 刀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是人身牛体 二十四目六手 现在牙齿足足有两寸长的 尖锐毛鼻 头上边还有两个 可以置人于死命的尖角 大家个个都很害怕他 报告 这个痴犹好恐怖 请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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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以认啊 他 由于个人都怕了这个痴犹 所以 周围的军队 没了战斗力 而皇帝也亲自出手 和这个痴犹大战了九个回合 都未分胜负 因为丝游有一个通天本领 又叫人搞它不行 只见丝游 它是骑着自己一只猛兽 打仗的时候 突然间它呜 一吹完之后 就会满天飞起 隆隆的魂墓 然后大家都会看到 伸手不见五指 个个都云头转向 找不到方向 皇帝的士兵的最怕 搞得烟雾腾腾的 什么都看不到 怎么打仗 但是这个时候 聪明的皇帝就在这里思索 皇帝 你觉得 这个痴犹 这招妖术 真是恐怖 这种叫做迷魂震 让我想一下 好像一休 点点点口水 上压角那里 想不想 那些 有了 好 人来 在那 拿一支瓷针来 瓷针 把一支瓷针 放在水面上面 要很静地放在水面上面 将这些针 得扁点 让它能够躺在水上面 然后一支针 就会指向南面和北边 这支就叫做瓷针 按这种瓷针的原理 快点给我做一支指南车 好 紫南车 就从这个年代开始游 而下一次 在屯鹿这个地方 这个痴犹又利用大霧 来掩人耳目 准备放些猛兽来拗士兵 正当痴犹得意忘形的时候 冷不防 皇帝的紫南车 指出方位 兵买一声 就冲杀过来 直至 这个痴犹都还未来得及扶扶一声 就被人拉了 经过这一场打得这么漂亮的 一个屯鹿大截之后 皇帝的声威就越来越响 哇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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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皇帝将这个痴犹扮了蟹啊 简直皇帝蟹啊 就是这样 皇帝的声威就越来越响了 而所有的侍族们都专称他为天子 而皇帝呢 虽然被人称天子 但他一样是勤正爱民 而之后呢 就垦伐这个山林草木 捉建这个道路 收到桥梁 冬昏西宝 处处为人改善生活 而他手下的官员呢 都是以云的颜色来做分别的 春官叫清云 秋官叫白云 嗯 而再加上皇帝擅长推算历数 明了是节气和日臣 所以对人们终枝田地大有帮助 现在我们熟知的二十四个节气 其实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嗯 前日应该是春分 而皇帝手下是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很有头脑的 他看到那些马 那些爪印 那些竹印 触发了灵感 于是就做出了象形的文字 而皇帝的老婆 叫做 离祖 也都发明了一个养蚕裸丝的方法 于是就教大家开始积布啊 财衫啊 那样 那大家就不用再用树皮遮身了 嗯 此外呢 就是皇帝还建筑这个宫室 即是宫廷啊 一些宴落啊 那样 从此呢 大家就免受这个日晒雨林之苦了 嗯 那之后他们又将死人摆入棺材里面埋在地下 那也是从这个皇帝时代开始的 皇帝更加想到呢 就是砍开一块木头 然后将中间刨空 那人坐在其中的话呢 就可以漂浮在水面 这个就是舟了 也是船了 嗯 而关于皇帝的传说故事 都带有很隆重的神话色彩 但是中国人是最具智慧的民族 那由于时代很久很久了 很多的事件 我们都不可以用时光机回去重新考究 那 于是 后人就很多将古代的时候的所有发明 都归咎于皇帝一个人 不过 要和大家说 皇帝总共生了 二十五个小孩 啊 二十五个儿子 嗯 分别有 周树 帝父 姚 迅 这些都是他的子孙来的 甚至乎后来的夏 商 周 秦朝的祖先 其实都是皇帝的儿子来的 是啦 也是皇帝的子孙 慢慢分演繁衍下来 好 所以呢 是我们专称皇帝 就为之中国民族的始祖 好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